現在我們來到了叫做布魯灣台地 我們去看不要看小桃子了 我們去看這裡參觀特色嘛 桃子哪裡都有 還有一點自由活動時間 來 我們慢慢走 往這邊走 那個房子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裡在遠古時代 這個是以前 這個是在河底 這個是以前我跟你們講過嗎 利物錫有過煙色嗎 這是在河底的時候煙 就是不斷地沉積 沉積大概在120公尺那麼高 所以它形成了一個圓形的平地 變台地 可是後來這個利物錫又重新的潰體了 潰體之後它又恢復切割的功能 又變成是這樣平的 又恢復成這樣子 其實剛剛那個是上台地 這個是下台地 為什麼叫布魯灣 各位看一下 這邊都是山 然後這邊呢 以前只有太魯閣族 兩個部落都這裡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然後咧 因為 雷打到這裡就 咕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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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回口回音 所以他們叫布魯灣 叫布魯灣的意思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最有名的 因為 各位要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裡是屬於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的祖先大概300多年前 從南投的仁愛鄉 勿色那地方 因為人口增加 耕地減少 他們就翻山越嶺來到這個地方 開墾 來這個地方開墾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很重要的地方 花蓮縣 因為全台灣的太魯閣族 只有在花蓮縣有 一個是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一個是在 住在台灣的貴賓街市道 慕虎慕魚 欸 前陣子 新年還在抗爭 那個地方也是太魯閣族 太魯閣在花蓮有兩萬五千個人 嗯 好差別的人多好 哈哈 我也覺得 因為台